臉書 來 歡迎 嗨 妳好 哈囉 台灣百味的觀眾大家好 今天帶大家來工作室 參觀肉桂捲的製程 這邊就是我們的工作室啦 今天的所有甜點 都會在這邊製作完成喔 嗨 你好 這位七年級的烘焙師傅老皮 以他的招牌肉桂卷卷 在台北南港软体园区附近 经营了一间烘焙房 建立了极佳的口碑 在这温馨的圣诞佳节期间 老皮特别让我们进到他的工作室 带领大家一块制作 限定版的圣诞花式肉桂卷 这是我们的面团 那他已经提前在冰箱里面 低温发酵了八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那因为布里欧曲面团呢 它是法国的奶油面包 它含有大量的奶油 所以没有办法在室温当中做发酵 所以在冰箱里面经由低温发酵之后 才能后续的动作 肉桂卷要好吃 面团的原料很重要 老皮选用高雄茂林的福利蛋 再搭配牧场直送的鲜奶 和面粉一块混合 先揉出像这样子湿润的面团 老皮独家调制的肉桂糖 混合了三款不同的肉桂粉 以及台南柴烧的黑糖 香气特殊也不会死甜 大家看到我现在呢 把面团分成三个等份 那三个等份呢 我要把它捏成长长的条状 然后来做边变子的动作 那我们现在呢 要一边裹肉桂粉 那一边把面包呢 整形成长长的条状 那一边呢翻动它 让每一个面包的面团 都沾满了我们特制的这个肉桂糖 将面团细心整形后 裹上独门的肉桂糖 把面团稍微拉紧 避免发酵后面团散开 像编码花一样在烤盘上 把面团围成像甜甜圈的形状 把头尾捏起来 中间再放入圆形烤模 烤肉桂捲时才不会变形 那整形当中我们会去揉捏它 会去拉扯它 那第一面团里面的空气会跑掉 会被我们捏跑 第二就是它的 这个面团里面的蛋白质 在被我们拉扯之后 它会紧缩 所以呢发酵的过程呢 要让这个蛋白质 恢复松弛的状态 然后再来呢发酵也让它重新 再让空气充满整个面团 那这样子我们烤出来的面包呢 才会蓬松好吃 冬天很适合一边品尝肉桂捲 一边搭配微酸微甜的热红酒 绕皮不藏丝 要教大家如何煮出香醇浓郁的热红酒 欧美其实一直以来都 很喜欢在冬天做饮用的一个饮料 那它里面有非常多的香料 加上红酒之后喝得非常温暖身 然后也很适合节庆的时候 跟朋友一起共享 那这个我们的热红酒里面有加了非常多不同的香料 有八角炒果桂皮 还有整支的肉桂 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浸泡15分钟再开火 那如果你想要喝酒味比较浓厚一点 微微滚就可以关了 那如果你想要希望它酒气蒸发得多一点 让它滚个三五分钟再把它火关掉 因为铜酒有一个丹宁的味道 它会涩涩酸酸的 可是肉桂的香气就可以很好地中和掉它的那个味道 所以让它整体喝起来就会多了一点香气 不会那么的涩 那同时又有一个很舒服的一个香味的一个味觉 在那边 除了圣诞花式肉桂卷 暖心暖味的热红酒之外 老皮特别分享他自己研发的甜点 焦糖苹果蛋糕 这蛋糕最关键的小秘方 就是炒焦糖苹果 首先把苹果切片切成小块 然后把奶油融化加入砂糖 让糖奶充分混合 焦化的过程会先从外围开始 它会先开始变色 变成浅浅的咖啡色 然后开始冒泡泡 那这个时候我们轻轻地剥它 不要大力地翻 轻轻地剥 让它受热均匀就好 这时候它已经融化了 这个就是焦糖奶油 跟这个焦糖已经开始融合在一起 好 这个时候我要把苹果放下去 那如果有水分的话 它会很浓 所以要小心一点 因为冷热温差的关系 所以刚刚的糖它就会遇到冷 它温度下降 它就会重新凝结在一起 那这时候我们就慢慢加热 然后让苹果的汁液 慢慢地把糖融化掉 然后它的味道 就会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把苹果和糖充分拌炒 均匀融合后 放在一旁静置冷却 接着要制作蛋糕体 先把砂糖跟奶油一块打发 充分搅拌 这样的蛋糕吃起来才会蓬松柔软 这个步骤做对了 连泡打粉跟小苏打都可以省下来 这时候可以看到奶油的颜色 开始慢慢变白了 那就表示空气慢慢地被你打进 奶油里面了 下一个阶段我们就是要加蛋啦 那加蛋的时候要小心喔 不要一次把蛋全部放下去 要一颗一颗地加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蛋是一体 然后呢这个油呢是油 所以它会卤水分离 那你会看到刚刚加进去的时候 它会像豆花一样 好像分开分开的样子 但是蛋黄本身呢 是天然的乳化剂 因为它有很丰富的软磷脂 那所以我们透过搅拌的动作呢 让它充分地乳化 透过搅拌奶油逐渐呈现光滑的丝绸状 再加入第二颗鸡蛋 乳化的过程很重要 因为要让油脂完整地被包覆在蛋液中 加入了面粉都需要过筛 可以让蛋糕的口感质地更加绵密 那这时候我们搅拌到差不多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整个面团是有光泽的 我们刚刚炒好的苹果馅 这个时候就可以放进去咯 好那放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轻轻地要把它搅拌均匀 你看不到颗粒之后 你就会发现它有一点 好像在好像丝绸在反光的感觉 有没有 对 这就是有很质地很好的面糊 就会有这种光泽感 搅拌好的面糊放进烤模里 最后在蛋糕上头 铺上一层新鲜的苹果片增加口感 也保留面糊的水分 老皮建议这款蛋糕要热热地吃 更加美味 也是欧洲最常见的吃法 因为它这个蛋糕的质地 不是一般我们把蛋打发之后 做成的蛋糕 所以它的口感是相对是湿润的 所以当你烤过热热地吃的时候 它会非常的浓郁 很好吃 我最喜欢吃它的那个苹果焦糖榜蛋糕 因为它的那个苹果都是自己熬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香气跟一般外面那种香精的味道蛮不一样的 疫情期间老皮的烘焙方原本以半手里作为主打商品 但生意不如预期 因此它转换了经营方式 陆续推出了多款点心 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这款以麻花造型闻名的招牌肉桂卷卷 那这是我们的招牌肉桂卷 那这一盘有12颗 那总共可以做成三种不同的口味 那为什么我们要做成麻花的形状呢 因为这样子每一口都才可以吃到 裹到肉桂糖的面团 这是原味 就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加的时候 这是我们自己煮的焦糖 我们就是用糖跟鲜奶油 自己煮好的 那跟市售的焦糖吃起来味道差很多 非常的有层次感 接下来呢这个是香草糖霜的口味 那我们的香草糖霜呢 糖霜里面加了新鲜的香草籽 所以除了糖霜原本的香甜的味道之外 还多了一层香草的香气 那这个呢是非常受到外国朋友欢迎的口味 它的那个面包体我觉得非常的湿润 就是虽然它没有任何的酱料 可是它其实很湿润 然后吃进嘴里的感觉 你会觉得有一种很有奶油香气 然后有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第一次吃有点讶异 想说这是蛋糕吗 还是面包 对 但后来发现是一个很特殊的肉桂卷 转型不容易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自己的产品 老皮积极的跑点 还特别针对办公室上班族提供下午茶点 这一款约克布朗尼就是上班族午后书鸦的点心 更是小确幸 我这个布朗尼的口感是介于中间 它还是带着美式食谱 它比较有一点点脆脆的口感 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我们上面的坚果有四到五种 它不是只有单一的坚果 所以你可以吃到很多不同坚果的口感 在味道上就会更丰富 下午就是让自己稍微chill一下 然后就会想买一点点心回去 我觉得是蛮好的选择 然后因为它标榜它的食材都很天然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 就是想吃但又不会很负担的选择 尽管生意受疫情影响 老皮没有停下脚步 还首度飞到日本东京 挑战世界伴手礼大赛 一举获得了金牌殊荣 更斜杠当起的演员参与电影拍摄 在片中担任中式厨师 也展现了老皮另一面的才华 非常享受做甜点的过程 然后也很喜欢 家人朋友吃到甜点的时候 很开心的感觉 那我就很希望把这样的感觉 传递给更多的人 那在这样 我自己科系读的是动物科学 所以我们很大程度的 很了解食品的原料 所以我就很希望用很好的原料 可以做出好的甜点 然后给客人做享用 这其实是我最大的初衷 老皮用心经营烘焙方 以独特的甜点亲切的服务 以及对品质的高度追求 度过了疫情低潮不忘初衷 老皮要继续用美味可口的甜点 把幸福与感动传递给更多人